我们常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能够看出谁对我们是真心的 夫妻之间一旦出现这三种情况 婚姻必亡 一 互相猜忌 互相指责 互不信任 我们都知道 想要一段婚姻走的长久 那么夫妻两个人之间一定要相互信任 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两个人的婚姻 变得越来越好 相反 当一对夫妻 他们在感情当中 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和对方发生争执 从不和对方主动沟通 当对方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不愿意去听对方的解释 彼此之间早就已经没有了信任 不管对方在外做什么 他们都会互相去猜忌 甚至有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对方已经背叛了自己 背叛了这个家庭 所以像这种夫妻 他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再不想办法去解决 那么最终使他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尽头 导致失败 他们总是在两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总会把矛头指向对方 从来不会问问自己有没有做错 啊 常把离婚挂在嘴边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开玩笑 尤其是像夫妻二人之间 当他们每天没事空闲下来的时候 就会坐在一起聊天 经常会把离婚两个字当作玩笑话给说出来 我们都知道 婚姻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这两个字 当你第一次把这两个字说出来的时候 对方会觉得你是在开玩笑 并不是真心的 可是如果你经常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 那么对方就会感觉得很反感 从来对你的感情也慢慢的淡化 最终也会使你们两个人真正走向离婚 这条道路上 所以当夫妻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多半都是婚姻必失败者 三 不管两个人是否睡在一起 都已经没了激情 也就是我们说的无信无爱 我们都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都会有七情六欲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好 他们的性需要都非常的强烈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他们在热恋中会非常的甜蜜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愿意和对方一起去完成 可是当他们真正在一起生活很久的时候 就会发现 不管他们两个人是否睡在一起 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了曾经的那种激情感 不管是谁先主动去做 都不会激起他们两个人心中的那把火焰 所以像他们这种夫妻婚姻早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只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和对方沟通 把这件事情给解决 与其这样煎熬下去 倒不如趁早放手 对他们彼此都有好处 因为有的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 没有选择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决定 婚姻的持久靠的是两颗心 而不是双方的肉体 我们都知道 沟通是解决婚姻问题的第一把钥匙 也是最重要的钥匙之一 沟通可以解决大多数婚姻问题 夫妻间彼此相爱着 彼此忠诚着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的婚姻当中出现了这三种情况 那么你一定要小心了